就位在大安森林公園鎮對面 這棟豪宅屋齡已經有9年的歷史 不過他的頂樓戶也賣出了 傳出價格將近10億元 而且是由外商用現金買下 光是管理費一個月就將近9萬塊 28 29樓樓中樓的頂樓戶 總面積達438.99坪 包含7個車位 估計每坪價格約是285萬元 秦美大概現在是中古豪宅 跟鞋對面這個 這個鞋對面的所謂全新的豪宅 它就是299差不多啦 但是要應該成交要破300機率不高 大概在我想大概250到300之間的這個 大安區但是它是中古豪宅 但是能夠成交個10億也不簡單 其實這間豪宅就是在2012年時 傳出每坪要賣304萬元 引發當時的央行總裁彭懷南 密切關注並設下每坪300萬元的豪宅房線 如今出售也渴望帶起豪宅市場 台北市的整個台灣豪宅的成交量 應該就是百來戶這樣 但是Q4第四季開始選舉政經已經底定 所以應該開始建商代銷開始發動 很明顯的開始發動 那就看各位老闆大老闆們買不買單啦 不只豪宅房市也回溫 10月全體銀行購置住宅款餘額為6.9兆元 創下88個月新高 建築貸款餘額也達1.8兆餘元 也是44個月的新高 秀到回春商機 建商第四季也動起來 就盼延續 仿市容盡 東森 財經新聞 劉沛喜 楊昭 台北參謀報導 老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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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駿家 好 老闆家 寺所